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真摆 真是委屈你了 好端端一副牙花子 大半天的不见天人 你把嘴咧大了 我看看后操牙摆不开 你还别说 经过这次洗牙革命以后 我这心里就敞亮多了 敞亮 那得 分享一下 其实你说得一点没错 只是 刚才看着他们俩离开 我就知道我这心里 从此以后没有这俩人了 说实话 这十五天里 没有一刻比刚才还要难受 本来我是想把自己一个人 逛到小黑屋里说这些话的 弄俩小二把自己喝大了 蒙上被子 通通呱呱的哭不够 没想到 被个健保搜搜的人先给说了 弄了我现在一点悲情了 健保搜搜的人 难道是我吗 您别客气 那你就请我这个健保搜搜的人 吃顿饭是不是 因为我这个健保搜搜人 为了你早饭中饭都没吃 本来想婚礼好好吃一顿 结果 你想吃什么呀 你想吃什么 我知道了 别那么照顾我 今天我不是学了风做好事的人 那只能说明你以前品德太差 你以前吃火锅没人照顾你吗 总之我们三 那两个人确实对你挺重要的 那两个人确实对你挺重要的 想哭就哭 那你觉得我今天对路人 是不是有点不分了 其实我真的特别感激你 要不是你 我也做不了这个了断 就压牙疼 如果不连根拔了一次性疼多够吧 就会折磨你一辈子 孟小剑 嗯 这次 幸亏有你陪我 你看 别跟我客气了 我这纯属是外达正常 是吗 我黄小仙 有恩报恩有仇报仇 嗯 你既然今天帮了我 我就得帮你一毛 嗯 说吧 有什么要我帮忙呢 喝 撒鞋 板带 一巴掌宽的护心毛 胸口才闻两条带鱼 姐妹你郭德纲的来 我就不想欠你这人情而说 什么问题 我没问题 我知道了 珊珊 你怎么又提他来 你就说你见没见 我说了我没见着 怎么没见着呢 没见着 反正我那同学的婚礼也办完了 嗯 我明天去上大提心课 你跟我一块去 没事你赶紧吃吧 这事你别参谎了 你就说你找没找过人家 行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去了 有个人比我还先去 手里面还捧着一碗热汤 这几个意思啊 意思就是别人有男朋友了 吃醋了 没有 真没 我 我挺为他高兴的 我也觉得挺踏实的 就像一块石头 终于落地了 蒙谁谁不信 咱俩不是一静解 这种感觉你理解吗 人结婚了没有 没结 明天你早点去 赶紮阿汤哥之前 到过完了吗 我告诉你 缘分这事 不是早那晚的 有些感情 你一开始就是错位的 你怎么努力都是拧的 我倒觉得现在这样挺好 真的松弛自然 这窗户指你要给它捅破了 怎么收尾你就不知道 你上文学系真是个努力 为什么 你应该上表演系 你俩太能装了 说我吧 你干嘛呢你 你干嘛呢你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 你大理他干嘛呀 你你你你我我我我就是一怂人 怎么了 甭打理我 活该我 你你开玩吧 你飞了吗 你快点 你给我看吧 你你你我你 你没什么事 你没有想再是吗 您看您刚才也说了 您是有身份的 不 您是有身份证的人 您说我们又不能扣您身份证 我们又不是公安局 再说我们本店不奢欠 我一个小小的收入员 真做不了这拙 您看您没带包 您带手机了呀 您看附近有没有什么亲朋好友 您给他们打个电话 先让他们给您垫上 回您再给他们不完了吗 这是您的团队您说好了 谢谢 您慢走 fors bulun 鶏 您 faces sł吃 您的知名 但是今天 您消毒 тем不疎就是 草肉 詞曲 李宗盛 我盤旋在緊握上空 眼看著運氣雨落 情緒就要降落 情緒就要降落 也是在夢的出口 平安擁抱了感動 一瞬間才明白 一瞬間才明白 你要告別了 你把話說好了 你要告別了 你會快樂 你不要再落立 呀 用頭上來 你會不同 你把手上去 你也被捕摸 你被捕摸 你寶貝 你什麼事 我被捕摸 你還在那裡 我還在那裡 你被捕摸 哎 善良妹 我跟你说 我肯定要迟到了今天 姐姐 你没事吧 我告诉你啊 我今天睡了十一个半小时 比过去三天加起来还要多 嗯 是睡得挺多的 那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你跟大老王请个假 就说我晚到一会儿 谢谢了啊 不说不说 谁还没有试点过 做理由的话不说 沉默沉默 别想要重新来过 从此以后你是你我是我 做苦几体不是我的事的style 能失去的都不是属于我的爱 大声的说白 你快给我过快 过去全都是一次赛败 蒙蒙奇奇不是我的失恋style 你忘记的都不是我想要的菜 勇敢地说爱 等下一次到来 爱情只是一种习惯的谎 一种习惯存在 哎 哎 晶晶啊 恭喜你哦 恭喜什么呀 哎 你看她还装 人家心理学研究表明 一个女人如果她不打扮 意味着自我放弃 而一个肯打扮的女人 她的性情一定不会太差 是不是有好事 小佳 你是不是有男朋友啊 这真没有 你太看得起我了 我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 别说是男朋友了 哎 看她微表情 微表情 你看嘴角上翘 好开心啊 你呀 瞒不过我的 我是过来人 我等你好消息了 还说没有新情况 你这怎么那么热闹呀 你说这些呀 都是些半生不熟的人 问的问题也都类似 你失恋了 没事吧 平时在大街上遇到 都可能会假装不认识我 我这出一点事 都跟雨后落春笋般的冒出来了 也许 他们是看到你痛苦 没准自己也特痛苦 同情你们 姑娘 你怎么那么天真啊 大部分人看到你悲惨遭遇 都不是同情你 人家是找到平衡点了 觉得自己活得特幸福 啊 地球有这么危险吗 孩子 你太小了 永远不要拿自己的悲惨遭遇 来获得别人的同情 这是行不通的 我去上班去吧 小仙 我觉得你这句话说得特别好 我要把它发到微博上 喂 你肚子好凉了 吃快没了 没事 老妹 你这是怎么了 我知道你为什么烦了 放心 我这人啊知恩同胞 今天晚上六点到我家 我一定让你幸福 你懂吧 我晚上六点到你家干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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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准时啊 很准时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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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气什么 随便坐呀 宝家里呀 玫瑰精油 香薰蜡烛 拜拜 香吗 嗯 专门给你准备的 你 你是唱哪出呢 唱呢 是 那一出啊 往前看 往前看 想象一下啊 在这样的环境里边 向别人表白 是不是成功率 太多啊 这 这准备得太精细了吧 这些 我就是一个仔细人 但是这 大叔太多了 有点亮了 别别别别 吹蜡烛干吗呀你 又不是给你过身啊 还许愿呢你 行了 这样不好看啊 你不会觉得 太亮了 会有点不好意思吗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多浪漫啊 小小 你怎么不像你 你是胆子很大 你这么来帮我 我会不好意思 能不婆婆妈妈的吗 我黄小夏 说了要帮你 就一定会帮你 道歉 谁来了 小夏 实际老师 你们家还真挺好找的 是吧 好找吧 是王一阳吗 对啊 你们不是很熟吗 不是小夏 你不是让我 今天来给你补课呢 是补课 那是方便吗 特别方便 千万别把肥肠外扔啊 嗨 嗨 随便吃一下小夏老师 嗯 就跟自己家一样啊 别客气 吃我也不太饿 那个 小夏老师 嗯 我这段时间 一直在练音阶 我什么时候可以 拉一曲子呀 小夏 这个不着急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 先把基础练好 循序渐进 到时候拉曲子的时候 再投入一些感情就行了 是是是 我每次啊 在那个上课的时候 都会看到一小男生 给您送汤的 那个是您男朋友嘛 这就是您说的那感情是吧 嗯 她呀 她就是 我们学校附近餐馆的一个厨师 我老在他们家订餐 嗯 她可能 算是追求我吧 那你喜欢她吗 我 不喜欢是吧 我丫头 我丫头 那个 小夏你 这个菜做得还挺好的 没想到你有那么好手艺啊 不不不 我不会做饭 我这是叫的外卖 我觉得做得还挺精致的 这家 对对对对 我经常点他们家的饭 挺好吃的 好吃吗好吃 您要多吃点 嗯 嗯 不是我 不是不是不是 是我说 对不起 我憋不住了 我实话实说吧 山上老师 我觉得吧 你跟王一阳啊 特别般配 我觉得你们就应该在一起 小夏 其实我刚才一进门的时候 我就明白了 但是我觉得你可能 不太清楚 跟王一阳之间的关系 我们俩更像是哥们 山上老师 但是你是不知道 王一阳为了你 到现在为止他都是 他有那么一点自己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他对你是真心的 你看每次您上课的时候 他就趴我们窗户门口偷偷地看你 上次下课的时候 您不是还撞着一次吗 你还记得吗 是 小夏我觉得 你为我跟王一阳之间的事 有点太费心了 嗯 我跟王一阳 我们俩记着同学 老夏我们俩之间的那种关系 你可能不太明白 我特别知道 他每次在 特别地不明白 他每次背着你的时候 都一直在夸你说特别喜欢你 我什么时候这样了 我问你了吗 山老师 真的 我觉得 你们要不试试呗 行了 小夏 那个 今天谢谢你啊 这一桌子丰盛的菜 那个 我 你们俩就那个 继续谈工作吧 我还有点事 我今天就先走了 那个什么 那个 小夏下次你们来我家吧 我给你们做川菜 那个 王一阳 带小夏来我家啊 你先吃一个 我今天真的不够 小夏谢谢你啊 我先送我回去吧 没事 没事 你到底追人家去 你在我家带着干什么 玩馅了吧你 我帮你呢我 你玩馅了 帮你妹吧 有本事你跟人家牛去 你跟我牛什么牛啊 我现在就牛 我现在就追他去 我来 你 把他喝喝 populace 我来 我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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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不了大不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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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